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来 哥 咱俩干净 你要干吗呀 哥 我喜欢他 你喜欢他关我屁事啊 他不是我影子姐同工吗 不是介绍你们俩认识了吗 不能再近一点 对 不管 跟你说我这次真的特别喜欢 我特想问问你 哪次不是真的特别喜欢 上次那个珍珍还是 什么 什么 菲菲 菲菲 你哭着喊着要娶人家 结果你们俩好了有三月吗 那不是因为他最后把我给甩了吗 我跟你说这事从我这儿过不去 因为牛少伟是王兴影的客户 他们还是好朋友 我要给你介绍他了 完了回头你给人甩了 不要人家了 人伤心了 这王兴影不找我算账了 哥 我跟你发誓 我顶着全家户口本 我跟你发誓 你发的誓呢 真的很不值钱 我保证 这次只要他不甩我 我绝对不甩他 你就见过人家一次 你了解他吗 不是 他老邓能玩意见钟情 我就不行了 放下 你搭了呗 放下 烟呐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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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妈 我回来了 妈 妈 妈 哪来这么多钱啊 你们俩结婚 人家随得分不钱呢 是吧 还真巧啊 什么真巧啊 飞儿 你妈还好吧 嗯 好的 还真是不少 跑起零头整三万块钱 妈 嗯 这钱找到怎么处理啊 我给你们存起来啊 你们用的时候跟我这儿拿 嗯 那我们先回屋舍了吧 啊 去吧 去吧 我真没想到啊 咱结个婚还能挣着钱 那钱你打算怎么办啊 那钱都在我妈那儿呢 我不得跟她商量啊 今天电脑坏了 没游戏打了 你睡吗 不打游戏 改看书了是吧 我 我 习惯 习惯还真多 那段 我 我 那段 我 在我 的话 咱 уз 诶 暂 我们 她 你 我 你 佳琪 你怎么了 你到底有什么痛苦 还是你真的有什么问题吗 有什么痛苦 你说出来给我听啊 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一起解决 你干吗要这么憋在心里呢 我书还没看完呢 太晒了 太晒了 嗯 那个 工作的事怎么样了吗 快了 这种事总得走人事程序的啊 非要是不急 坐会儿 坐呀 坐会儿 这附近也没有卖冷饮的地方啊 您一大早吃冷饮啊 下午咱俩还得去趟银行 把你们那个份子钱把它存一下 妈 我还正想跟您说 这个份子钱的事呢 因为我跟佳琪呢 都不打算度蜜月了 我是想这钱 我们暂时放着也没有什么用 想干吗 您看这大热天的 我妈还在外面练摊 每次看到我都觉得怪可怜的 能不能把我们这个钱先借给她 让她开个小卖铺 这样就不用天天在外面这么 风吹日晒的了 反正那是你们的钱 只要佳琪同意 你就拿起用呗 那行 谢谢妈 我回去跟她说一声 瞧瞧 这怎么样你这儿 状态怎么样 行行行 我觉得我还可以啊 行行行 你别在我面前换了行吗 不累的 惊什么 不累不累不累 你好好在那儿待着 这吵吧 吵吵吵吵 天天都这么吵 我也紧 哎 人呢 我不是人啊 就是小 你不是叫小蕊了吗 我是叫了 那快到了时候接了一电话 又跑祖去了 哎呀 就差这么吃饭一时间啊 好事多磨 你懂什么呀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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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号吧 你不高兴了 哎呀 你 你俩要成了的话 我还是你们没人呢 请大没人吃顿饭呢 怎么着啊 我跟小蕊那可是住在一块 她对你印象的好坏 那全凭我这张嘴 你要是不把我这张嘴伺候好了 那到时候根本就说不出什么好的来 对 这狗舔门帘子 全凭她这张嘴 小姐 那我就靠你给我挑着门帘子了 说什么呢 我必须给你喂饱了 你对我们小蕊说那是认真的 那是保证过的是吗 那 所以我这才答应撮合你们俩 各种发誓 哎 你要是欺负她 我给你翻脸啊 你干嘛的号 喂 哎 您好 蒋公子是我 你别说话听我说 我拿佳琪戒指并没有破坏她婚姻的意思 只不过她耍了我两次 我还她一次罢了 我已经把戒指给她借回家了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联系她 就跟你说一声 再见 喂 喂 喂 那说什么 她说老邓 她把老邓那戒指给寄回来 走 你干嘛去 咱戒指啊 那回来不好事吗 好事个屁 她跟飞人说了 这戒指丢了 现在从上海借回来是好事啊 走走走走 你那么乱啊 那我怎么办啊 还不乱 哥哥 哎哎哎哎哎 你送快递的吗 对 801的吧 对对对 对 我们就是801的 师哥快递是送的叫邓家琪 那就是邓家琪 你哪身份证我看看 那没有三分证 你没有身份证我怎么能证明你是邓家琪 我不是邓家琪我跟这儿等你 你在叫的邮件干什么呀 你干干哪啊 你干什么 别抢别抢你干什么 抢键什么 你别抢哪快 你怎么那么野蛮你 童谣志玉 哎 您怎么在这儿啊 我们取一邮件 然后跟师妹们在那儿玩会儿 你们邮件寄我们家了 他们俩人给抢键 谁抢你 这是寄到哪儿的呀 寄到二驱八号路801 我就是二驱八号路801 等会儿 我诚心让他把这邮件寄到这儿 然后我就故意在这儿取的 你叫邓家琪 对 我就是邓家琪 邓家琪 我是邓家琪的老公 你给我吧 你 你哪什么证明 你给我上来 嗯 哎哎哎 怎么了 哎 老子 我跟你说大事不妙啊 白晓鸥把戒指 从上海给你寄回来了 我们哥俩紧拦满拦没拦路 被你媳妇抓一正着 赶紧想一说词啊 好 好 不都说已经丢了吗 怎么从北京丢到上海去了 白晓鸥是谁啊 菲儿 不是怎么回事 妈 我想听佳琪自己解释 我喝醉了 把戒指带我前女友手上 结婚前一天晚上 是跟前女友在一块儿呢 菲儿 你别误会啊 她那个前女友 早就没有来往了 妈 她 我跟你实话实说了吧 这个季心 白晓鸥就是我前女友 我们分开 并不是因为没有感情 而是被我爸妈给逼到 结婚头一天 我就跟她在一起呢 我喝大了 她把戒指带给她了 你下来说什么呀 这是事实 都在哪儿啊 怎么回事 上海 白晓鸥 不 怎么回事这是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这么乱七八糟的 你还白晓鸥呢你 这事你说不清楚 你别说菲儿过不去 我也过不去 你妈才也过不去 你 爸 你爸 既然是前女友呢 应该就没事了 嗯 不带了 别的女人带过的 我不要 我说你这个人涵养 怎么这么高啊 这都不跟我吵 打结婚起 你就天天跟我找别扭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今天想的是什么 你就盼着我天天跟你吵架 然后吵离婚了 你要去上海找你的新上人 是吧 我没有 你根本不了解我 我一直以为你心里有什么 说不出来的巨大的痛苦 我现在终于知道了 你娶了我 就是为了折磨你的父母 我没你想的那么卑鄙 你就是这么卑鄙 你不敢当面抗争 你就用这一套 你巴不得我天天跟你吵架 好让你爸妈心里难受 你怎么能这么折磨 你自己的亲生父母呢 我说你有什么资格批评我呀 这里边的牵引后果你了解吗 我折磨他们 他们折磨我的事 你看见了吗 对不起我没看见 如果我看见了 先去我会同情你 但是现在我只能鄙视你 我用得着你同情我吗 我根本不需要你来同情 谁我都不需要 邓家琪 我就是想不明白 有什么不能说出来 一起解决的呢 你非要这样折磨自己 在折磨你的家人 你知不知道 这样最后最痛苦的 就是你自己 何菲啊 我知道你原来是学心理学的 但是你也不用在我面前 在这卖弄好不好 非把你自己说得跟个神似的 我告诉你 我知道你是因为什么 才嫁给我的 你说什么 你问我妈要那份子钱 就是给你妈开审外部 我现在告诉你 那笔钱我要用来干别的 岳母带人去审外部 让她自己去想办法 太过分了 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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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不知道 可能又吵架了 佳琪 你出来 你怎么回事 这是干什么呢你们这是 结婚才几天 你闹什么闹 我没跟她闹 是她跟我闹的 她就垫紧点份子钱 给她妈开店 我不同意 她就跟我急 杜佳琪 你别胡说八道 谁 谁惦记那份子钱了 你 你妈根本跟我提过开店的事 你根本跟我妈要过钱 我估计你就惦记我们家那点钱的吧 谁惦记你们家钱 你惦记我们家钱 太过分 太过分了 你气死我 不急 非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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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打人呢 没妈 她还打人呢 行了行了行了 去去去 劝劝 我凭什么呀我不去 就凭她是你媳妇 你那借记的事你给她解释清楚了吗 行 听话 听话 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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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对不起 分的钱 分的钱我给你一半 这菲尔脾气也真是够大了 你还这么省着你 你是弄什么呀你 我告诉你 我都整了她好几天了 整天阴阳怪气的 你们也是 那戒指寄过来就寄过来了 你为什么当着菲尔的面格在这儿 你怎么就知道说儿子啊 我跟你说菲尔他确实跟我提过分子钱的事 你知道吗 那个分子钱你当时不想给你就别答应人家嘛 人家现在要了你又不给了 你这多虚伪 我什么时候答应他了 我让他问问儿子 谁知道他跟儿子闹事啊 你这护肚子护得有点过分了 菲尔为什么闹你知道吗 是因为戒指在闹 什么戒指两方面都有好不好啊 菲尔脾气好 不代表人家没有脾气 一旦闹起来他俩闹离婚 我看你怎么办 就咱们儿子那条件 他能干儿子的礼物 你的儿子 你捧着别人也得捧着 现在都一个谁灌谁的毛病 什么什么呀 其实我妈说得也对啊 这份的钱本身就应该一人一半 这里边有一万五千块 我拿走了一半 另外一半 你爱干什么就干什么用吧 你高兴了是吧 关你什么事啊 心里还想着上海那个女人是吧 是啊 那你就是承认 拿我当作跟你爸妈赌气的工具是吧 对 我告诉你邓家琪 你想利用我没那么容易 因为我现在是名正言顺的邓太太 我是受法律保护的 还有我警告你 最好尽快忘了上海那个女人 因为即将跟你过一辈子的人 那是我 你要敢对我使乱中心 你想想 你得被多少痛苦性子淹死 我发现我原来真是太低估你了 但是有一个事实 你永远改变不了 那就是我不爱你 我不可能跟你过一辈子 而且我现在已经豁出去了 我就破罐子破摔 我管的什么痛苦性子 你要是忍不住啊 咱俩就离婚呢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你以为我天天让着你 是我怕你我脾气好啊 你错了 那是因为我喜欢你 我是不太了解你 但你也不太了解我 我这人脾气可倦了 邓家琪 我会让你爱上我的 信不信咱俩打个赌 哎 反正你这 你得卡我收下了啊 谢谢啊 我现在要睡觉了 你穿好被子干什么 你不是喜欢睡地上 这是我的床 今天我要睡床上 我不睡地上 你怎么那么讨厌 你下去 老板 我就讨厌 我 撕救水团 你 你怎么那么赖皮呢 你这个男人 我就这样 怎么着吧 撕救水团 我告诉你 你吓不吓你 吓不吓你 我吓不吓你 可不吓你我听好了 是不是打起来啊 要不跟我离 要不我忍着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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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咬人呢 你干嘛咬人 你别吓你 嘎呀 去 去 来 来 贺菲儿 儿子 你没事吧 醒醒 没事吧你 你哭什么呀 你别哭醒醒 小点声 闹什么闹 深风半夜的 来 妈 没事没有没有没有啊 你别哭了 你别哭了 一会儿我妈就进来了 咱俩先也捧睡了 你别哭了 你沉浸了是不是你 我 我 别哭醒醒 一会儿我爸 我妈真进来了 干什么呀你 你想干什么 你给我道歉呢 对不起 我错了 行吗 对不起 我错了 我错了 我错了行吗 我上去 好了 我现在就上了 我扶你了过来 我错了行吗 我惹不起你 我躲不起你 躲不起你 有了 你 有人哪 有人哪 你 有人哪 有人哪 你那朋友叫什么名来着 哪个朋友 就是你给我看小说那作者 老邓啊 邓家琪 邓家琪啊 跟你关系熟吗 太熟了 发小啊 发小啊 那就是说 你拿他那小说的版权 应该没问题吧 您几个意思 看上那小说了 你别说啊 这小说确实写得不错 我昨儿一宿也看完了 有几个地方真挺感动我的 是 你说这感情写得这么细腻 这是一女的吧 瞒醉胡叉一大老爷们 是吗 那我还真想见见这人 一男的感情这么细腻 还真不多见 他能写剧本吗 学中文的 肯定没问题啊 那就这么定了 反正现在公司也没什么好项目 咱就先把这力气来 行 行 那你谈去吧 陆总 谈可以 但我有一个条件 说 我想做这个戏的制片人 制片人啊 制片人当然是您了 我是 执行 执行的那种 行啊 那你就先给他执行起来呗 你要把这事给他运作好了 其他的什么都好商量 但是要快 我希望今年下半年就开机 马上进入工作 坚决完成领导给的一切公众任务 您就尽好吧 这是今年夏天的新产品 然后里面含胶原蛋白 非常非常好用 很适合我们现在的皮肤 胶原蛋白 对对对 那款红的也是 都是新品 你们先看着啊 喂 苗子 领导茶网干什么呢 我在店里呢 晚上没事吧 没事我请你吃大餐啊 有重要的事跟你说 什么事啊 这事得面谈很重要 面谈就是面对面的谈 再见 难道这苗子终于绷不住了 向我袒露心扉 要向我求婚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 什么机会啊 你看啊 有一个小说叫 《被亲情湮灭的爱情》 被我们那个陆总看上了 他决定改头拍一个电视剧 你当面具 我当制片人 我了个缺 苗哥真的呀 不是 那我哥 那不是用谁都行啊 你你跟这瞎兴奋什么呀 不是 我亲哥把打了 我能不兴奋吗 我各种兴奋的 我说你小子凭什么偷看 我用盼理的温馨 什么叫偷看呀 你不是让我给你修电脑吗 我得一边修一边看吧 你拿我的痛苦出去卖钱 还出卖我的隐私 那拿我当兄弟吗你 对对对 邓 苗哥不是那意思 你看 他也是给你赚钱的机会啊 你俩多有好处 你那个小说里边写的 可没有你们的爱情 过程那么轰轰烈烈啊 但我的感情是真的 感情是真的 你就把它公布出来 公布于世 让大家看看 跟你又羡慕嫉妒恨 你是怕白晓鸥还是怕贺菲儿 不怕什么 不怕你刚才那样 你不是三天两头地想整贺菲儿吗 机会来了 把这文章给他一看他就疯了 你太不了解我现在了 他看着若不清风 其实厉害得很 他还打过你啊 那倒好了 告诉你们 让我万万没料到的 他竟然对我使用怀柔政策 任我无理取闹 就是笑脸相迎 我挑衅了多少次 根本不接招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啊 人家不理我 我怎么跟他吵啊 我还没去 太腻歪了人呀 你遇到克星了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教你啊 把屋里取闹 改成歇斯底里 再不行 把文斗改成武斗 动它们 那可不行 要是我闹 就算离了婚 我爸妈也不会认为 是他们的错 也都得怪我 我现在是要让贺飞而闹 再说 我可不打女人 我还是那句话啊 把这文章给他一看 他要是不疯 那你就疯吧 你们公司 真看上我这篇小说啊 那废话 要不我带着我苗哥在这儿 跟你聊半天聊什么呢 对 好吧 让我考虑一下 这 这 这多少钱呢 一万五 那又怎么才一万五啊 这也不够啊 另一半他买电脑了 那怎么买电器 还得用你们的份子钱啊 份子钱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你们夫妻还分得那么清楚啊 夫妻有时候分得才清楚呢 他可是答应我的 这给一半算怎么回事啊 要不要 要不要 不要我还回去 哎 吵架了 这你们才结婚怎么就吵架啊 哎 妈教你那些 找你没用上 对付他那些 人就没把你当回事 我告诉你啊 今晚上就不让他上床 还上床呢 我跟您说实话吧 自打我嫁过去 人家就没碰过我 你闺女到现在还是个处女呢 处女 来了 来了 谁呀 佳琪妈 娘子妈来吧 你好啊 这不说了要来你家看看装修嘛 是是是 欢迎欢迎 热泪欢迎 快请进吧 好 你看看吧 本来呀 我们也想就随便装装就行了 心想四白落地不就挺好 可是不是正好赶上孩子结婚嘛 就装得仔细了一点 这这这是什么 书架 这是书房 哦 哎呀 苗子妈 太暴富了这 不不是不是 太有文化了 对 我们老邓不是文化口的吗 那是那是 你看我这个厨房我是最欣赏的 你看 是一个中西结合的一个 我们中国人不是炒菜容易有油烟味吗 是是是 你只要把这个门一关 你随便在里面怎么炒 外面一点味都闻不着 炒菜有专门的房间 太讲究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的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调理台 这是八凳 我儿子他们两口子啊 就喜欢这个地方 来来来 你试试 好 试试试 感觉一下 怎么样 你看看这视线 你看看 这得花不少钱吧 儿子不是写文章 能挣点钱吗 这些都是他写文章挣来的钱呢 那倒也不是 我们家呢 本来也想把房子的装修装修 可是后来一想啊 如果我们苗子一结婚 不是把刚装修的拆了得重新来吗 现在不是讲究什么低碳生活吗 我和他爸爸就决定了 现在不装 等到苗子结婚 我们再装 一步到位 今天到你这儿来一看 六个字 受教育 受刺激 受启发 九个字 走了 走了啊 我太喜欢了 太喜欢了 我不送了 好的 好的 走了啊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慢点走啊 再见啊 有时间过来吧 好 再见 这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怎么说呀 丢不丢人 我看还得怨你 怎么怨我 要说起来吧 你和佳琪这婚姻呢 是有点包办的意思 这邓佳琪有怨气 那也是应该的 关键是啊 要看你以后 能不能拢住他的心 该做的我都做了 该做的我都做了 可是你做的还不够啊 宝贝 既然你老公不愿意碰你 那你就不理他了 你就不能主动一点啊 有你这么跟女儿说话 这么教女儿的吗 那我不教你 还让你婆婆教你啊 这两口子嘛 肯定有一个主动 一个不主动的嘛 这男人呢就喜欢顺从 你就不会顺着他点 他一高兴 你们这事不就成了吧 那妈那小店 就算是有着落了 你看 你看 搞了吧 你还在大您那如意算盘 开个小店 可是你妈终身的理想啊 走啊 去哪儿啊 上街啊 这儿还真漂亮 那这儿干嘛呀 别管 这儿又是太漂亮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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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您不如想开展第二春吧 去 瞎说什么呢 你看到这个 哎呀不行 这儿太厉害了 哎呀 我的天哪 哎呀 这儿太好看了 哎呀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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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菲儿 你穿上太漂亮了 您穿嘛 这是给你买 哎呀 妈那年代啊 她这儿没有这些 她要是有的话呀 那个 妈也 也没法穿 穿了给谁看呢 你爸不在了 这别人 不得骂我老流氓吗 那我凭什么穿上真运啊 一放上去 你要一穿上这个 肯定特别漂亮 嘉琪啊 一定很喜欢 她一喜欢一高兴 这你们俩这问题 这不是有解决了吗 何人您来这儿 让我买这个 是为了讨好他呀 我凭什么呀 这你不懂 你骂我啊 可是过来人 知道什么 让男人喜欢 你看 我跟你讲 你把这试试 要是尺寸合适 那咱们就买了 这全是透的 这是性感 你懂什么呀 这这您看 这一根绳 这才好看嘛 我跟你说 我求你了 好看 累死了 我求你了 你咱们就试试吧 你看你这孩子 你怎么就不贴着 你别别别 我要当制片人了 是吗 尖叫呢 行行行 这个事老邓写剧本 我主着项目 这靠谱吗这是 怎么叫不靠谱呢 这项目是我抓的 我们那陆总投的 我们公司这么气着我 我熬了这么多年 我应该有分人肉肉吧 对不对 没事 高兴了 那你除了这件事 你 你没有别的事 要跟我说 你是不忘了呀 还有什么事啊 结婚呢 你不是说 你当我这批人家 俩就结婚吗 能不能不在我 这么高兴的时候 说这么丧的事 不是 人家老话说了 服务双制 祸不单行 大伙 什么叫服务 不是说什么 什么话 我说的意思是 你不应该在这个时间 跟我说这些话 那我应该在什么时间 跟你说这些话 你看我现在压力很大呀 你得让我放手去爱 不是 放手去努力地工作 对吧 江山美人金简 我我我我 等 等 全是我的 哇 您别太狂了 真的 您这还没当制片人呢 您这要当制片人 那中国野人圈 还搁不下您了 我狂了吗我 我狂了吗 你就现在把我想象成一面镜子 您照着 您现在这副嘴脸 我耗了这么多年 终于有这么一机会 我狂一下 我得意一下不行吗 行 但是你咱就一小会儿 别出去丢人行吗 这还差不多 那什么 你结婚那事 我想得挺清楚的了 等我成功地把这戏做完 咱俩就结婚 我爸 喂 你在哪儿吧 快回家 你妈疯了 什么 谁疯了 你妈疯了 哦 我 我先回家了 爸 我妈说我爸疯了 不是 我爸说我妈疯了 哎 再讲你接下来 我被你气疯了 一本 别写错了啊 嗯 弄 拉他 二百分 来 嗯 苗子 你回来了 你妈想起一出事一出 下面事态如何发展 还不知晓 九十六 九十六 记住了 苗子 你爸呢 记了吧 记住 九十六 九十六 你爸拿不定主意 所以把你叫出来 我决定啊 把咱这房子 全部重新装修一下 为什么呀 你妈今天去了趟灯家骑一家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那房子装得再漂亮 不也不是他们自己的吗 也是单位分的集资房 中西分开的厨房 炒菜专门有一房间 那么大的吧台 从这儿到那儿远了去了 那俩八凳我这么高 我坐在上头演运呢 我就想啊 什么时候 他们别坐在上头 摔一大喇叭乘一五脸七 行了 妈 我也算是明白了 您呀 就是上老邓他们家 看了看人家新装的房子 受启发了 那您就想把咱家装得 跟他们家一样是吧 七十六 什么像他们家一样 我要在他们家的基础上 装出我们的风格 我们的品牌 人家老邓 那是要结婚 所以人家装修房子 我这好好的 别别别 我装修的目的 就是按照你结婚的风格 来装的 等到你结婚的时候 你就不用装了 省一大笔钱哪 俗话说 没有金凤凰 引不来梧桐树啊 应该是 不见兔子不撒鹰 不见鬼子不挂衔 不见黄君挂衔 你说说的什么呀 那叫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舍不得媳妇逮不着流氓 咱们相片要说 那个裙口馅是 反正啊 妈 就是我结了婚了 我也不跟您一块住 不是 怎么可以呢 那你住哪 我肯定要自己买房子呀 我听出来了 这家伙呢 娶了媳妇忘了娘 有了流氓忘了狼 哎 偏方 专制男人那方面呢 家琪的 宝贝 你别管妈妈多想 我一直啊就在怀疑 你说这老邓家 这么着急着给儿子找对象 那一定有问题 你看 正实了吧 这个特管用 你呀 我去试试 要是啊 吃得好的话呢 妈得给你买啊 这不会出事吧 妈 这个不好 这要有危险 那我还能弄吗 你把它打开 放在汤里头 让它喝 哎 我跟你说 那喝完了以后 一定特管用啊 听话 走走走 他老苗兄弟 这么玩啊 别撑了 怎么了 感觉一下 摸一下 黏不黏 有点 谁洗的 我 你说你为什么用面汤洗碗呢 你不是说用面汤洗 可以节约洗结晶吗 对 你就是用面汤洗碗 洗好以后 你们得好好给它清几遍 多清几遍洗干净啊 这就有为您的指示了 多费水啊 你说你这 妈 您别这样 要不您自己干 您自己又不爱干 您让我们干 您还兜了我们 您 您到底想怎么样 不玩的不玩的 不带这个的啊 你们眼俩合起火来 欺负我一纯情少女 见过这样的少女吗 见过少女 没见过这么纯情的 老苗 你说你爱劳动 值得表扬 你要干活 你就把它干了干净 你说你洗不干净 我看见我嫌烦 我不还得洗吗 我洗了不是照样还是 先上厕所 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 怎么又跟上了 现在没事 跟着玩呗 那我走了 您陪她走啊 帮我带一护啊 去吧去吧 来 开饭了啊 妈 对儿 吃饭 汤在哪儿啊 汤在这儿 走 好嘞 我来盛汤吧 好好好 菲儿 菲儿 快 厕所没纸了 给我拿点纸了 来了 吃饭了 嗯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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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刚才在那儿盛出来一碗汤 你给搁哪儿了 那儿哪儿分得清啊 妈 妈 怎么了 怎么了 没什么 哎 吃饭呢 菲儿 你怎么不喝汤啊 我 我今天肚子有点胀 不想喝了 来 我吃菜 嗯 我去一下洗手间 嗯 喂 喂 妈 喂费儿啊 她说 这 情况怎么样 要 要是女的喝了怎么办 你喝了 没有 女的喝了呀 应该没事吧 那要是岁数大的男人喝了呢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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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是老少 那怎么一样啊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那我看我干什么 没有啊 谁看你了 喂 菲儿 我 我刚才给你发的信息 你没看到啊 你看你这孩子是 我跟你说 我现在就在你们家门口了 你 你出来一趟 快点出来 出来啊 我等着 就这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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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